很簡單的介面讓你回答一些問題就可以選擇適合你的生產方式 那這個其實延續兩年前的這個 就是我們家上一開的時候想要做的事情 然後後來做一半就生了 然後現在又快要生了所以又要去做這些事情 但在中間有很多朋友幫忙來加入 那所以這個生產驗化書產生器希望有一個題庫 那所以回答這個題庫的人可能就可以有 就是他的偏好啊 那就可以把最後就可以產生出 他跟他醫療傷害或是居家生產自己的一個plan出來 那今天的進度是那個EPA把這個問題 題庫整理成一個超過一半的樹狀 就是說因為有些問題是連貫的 你回答這個才需要回答下面的一些問題 所以他被整理成一個樹狀圖 所以就是這邊的這些問題 應該還沒全部整理完 還沒全部整理完 在開始整理了 那所以對於這個有興趣的話可以繼續從這個上面看 那另外一個部分 生產驗化書產生器的另外一個部分 其實是有一個稍微歪了一點的坑 就是說 因為我們不喜歡用握著掌嘛 喜歡用那個Markdown 雖然不管底色黑色還是白色 但是Markdown有一個壞處 就是說 他沒有辦法產生出就是大型的表格 就是Markdown的語法可以產生表格 但是他只能用很小的表格 所以多行的這個表格其實是非常困難的 那當我們在做生產 在產生這個生產計畫書的時候 我們希望有這樣的一個表格 可以跟醫生溝通 那醫生可以在這邊寫common之類的 那但是這件事情怎麼用Markdown做呢 很簡單就寫程式嘛 那所以 這個是之前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說 希望有一個方式我們可以定義說 這個section下面的H2跟H3 會被轉成一個表格 所以你就可以用編輯一個正常Markdown文字的方式 但是最後他可以generate出一個表格 然後你可以已經組一個PDF 那所以 這件事情做到一半 然後 它是一個 目前是一個Plugin 那應該要把它再整理出來 甚至整合到HackMD裡面去 那 用一用就發現說 這跟這個 立法院關係文書長得非常非常的像 所以今天就跟Johnny順便聊了一下 就說我們沒有辦法把這個立法院 用類似的方式去顯示 這個坑會壞得太大了 但是 就發現 這樣其實真的蠻好的 因為我們就可以把關係文書裡面 這個用來做編寫其實是比較好的 因為你的 你如果看過這個修法的話 有時候說 你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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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 其實並不適合在這個表格裡面編輯 所以 你可能就可以用這樣的方式編輯 所以也許這個以後就可以變成一個立委助理的工具 然後你產生 這個目前還是錯的 但是我們應該可以Customize說 給他一些定義就是說 接下來這個H2跟H3的關係是什麼 然後哪一個是Column哪一個是Raw 那需不需要Raw的這個Header 所以就會變成像這樣子 那大家有看過的話 原文就是長這樣子嗎 所以已經非常非常非常的像了 我們只要再做一點Transformation 那這個Plugin用的是MarkdownIt 那跟HackMD的完全一樣 所以我們只要能夠定義一個Customize的方式 就可以直接 也許就可以直接在HackMD上面做到這個 生產計畫度產生器了 跟關係文書產生器了 那所以其實今天又討論了一些比較複雜的這個法案的情況 譬如說這個 著作選法之前修法之後 它的這個 那原來嗎 DownRender出來就是長這樣 也還算是 還OK閱讀啦 那所以 就是希望這件事情可以變成一個 還不錯的標準 就是用這樣的方式來 來做大型的這個表格文字 好 講完了 下一位是Yuka 然後我再來是